蔡英文突然一直讲中华民国 跟你讲我都知道蔡英文在做什么 他想要洗白啦 要洗白要干嘛 洗白要成仙成佛了啦 先看看你一生的罪孽吧 蔡英文你不是台湾中华民国的儿女 你是那些网红那些废青 口中说的辣台妹 你不要跟我讲说你是中华民国啦 中华民国在你嘴巴讲出来真的是很恶心 国庆演讲 蔡英文强调坚持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 现在都讲中华民国 在他们网红嘴里应该说台湾人跟那个阿贡 应该是这样子吧 要洗白了要成佛了 你的罪孽都跟着你身上 我们都看得到了 因为就这样可以洗白了吗 坚持主权不容侵犯并吞 对此自身媒体人王伟汉表示 蔡的说法打破了过去30年 一中论述的模糊空间 蔡的选择是不同 不无同 跟同 被同 怎么有点瑟瑟的 蔡英文本来就不要被同了啊 没有啦 有二子的频道 不同 不无同 何同 被同 通通不要 所以他现在孤身寡人啊 没有啦 坚持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 应该是坚持台湾人民站起来与红共舔共互不隶属 这是蔡英文跟那些网红他们私底下都是这样讲的啦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时候变成中华民国 他们不是最不喜欢听中华民国了吗 两岸之间应该要尽快坐下来谈 你有听过民进党跟大陆坐下来谈吗 有的打1没有的打0 人家要杀到你面前的时候才要坐下来谈 为什么会杀到你面前 不就是你那张嘴吗 他竟敢说要坐下来谈 那国民党以前坐下来谈的时候你们怎么讲的啊 国民党派过去都是要卖台啊 谁跟大陆谈都不会有好结果 这是民进党的金句 诶这个时候中华民国了啊 总统我们要尽快坐下来谈 那你之前六年都在干什么 你都站着在那边靠腰吗 之前都没有坐下来谈啊 都在站在那边靠腰啊 跟网红一起靠腰大陆啊 我们都知道啊就是要维持现状 大多数人也不喜欢被人家管啊 问题是民进党可恶的点 就是在选举的时候不顾两岸的关系 不顾两岸的经贸前途 不顾农民外销的生死存活 大家都喜欢和平啊 这个底线大家都知道 不是只有你民进党知道 是谁把这个底线画的越来越清楚 如果我们两岸之间非常的和平 非常的要好 经贸好 大中华 大家都是一起来华人大骄傲的话 根本就不会有那个底线嘛 重点是怎么你知道吗 这个底线还越来越靠近台湾 你台湾很厉害 照到你这个底线 应该画到大陆那边去 在民进党执政之下就讲给自己听 我们台湾就是太厉害了 国防也很厉害 外交也很厉害 经济也很发达 亚洲是小龙第一名 那么厉害的话 大陆要弄你 你就把它弄回去就好了啊 重点是这个底线 还越画越过来我们这边 不然怎么会飞机老台会破纪录 蔡英文突然一直讲中华民国 跟你讲我都知道蔡英文在做什么 她想要洗白 她讲的这些话 跟维翰哥说的那些话 维持现状之类的 大家全部都知道嘛 可是问题就是你选举的时候 你造的那些孽嘛 所以你现在要洗白了嘛 为什么要洗白 因为你民调很低嘛 防疫不好 疫苗也不好嘛 大陆踩到你的线了嘛 空军脑台破纪录了嘛 你看她要洗白了啊 洗白大家听不听得懂啊 本来是黑的啦 要把她洗白了啦 我在讲明白 所有的党都知道 怎样做是对台湾最好 问题是她在选举的时候 撕裂成这样子 台湾人撕裂 大陆人生气 两岸经贸 水果又不吃你的 她要洗白了啦 她洗白要干嘛 洗白要成仙成佛了啦 先看看你一生的罪孽吧 蔡英文你不是台湾中华民国的儿女 你是那些网红 那些废青 口中说的 辣台妹 认同的打酒 你不要跟我讲说你是中华民国啦 我跟你讲 中华民国在你嘴巴讲出来 真的是很恶心